減股問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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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節目時間 今天直播室裡繼續有Christine 林淑文 市場旁邊已經接通了我的拍檔 就是信特國際研究部的董事 趙希文 希文你好 希文,今天港股在星期四日市 因為我們有台風 據聞好像下星期又有打風 不知道會怎樣 但這段時間 港股方面表現好像好一點 雖然是否晚九時一定站穩 但看見 晚九時上落 不過這星期 也有幾大因素 就是內地經濟數據 內地上半年的GDP 給大家看到 不是太理想 也都大家擔心 會不會 內地的一些經濟情況 會有幾大壓力 這個其實 都幾大形繞著 港股市場的表現 其實都是 剛才阿丁也提到 天氣淡打風 不知道 市場 跟天氣差不多 近一陣子都是莫測的 當然 你看回市場 我們曾經在A前面也提到 市場 其實一段時間 都未必很擺放到過去 接近兩個月還有一個 上落格局 就是拘近上落的格局 下面大概一萬八左右 就頂得住的 但是上面要衝上去 兩萬點樓上 其實也都舉步為姦 最主要都是這兩三個月來講 大家都看到內地的經濟 自從今年年初要全面走向復常之後 第一季的開局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去到第二季到四五六月 大家都看到 那些公民數據都看到 就是內生動力不足 不單止在講製作業 服務業都還OK的 大家看到那個PMI 都站在50流程 但是那個近這兩月來那個 服務業的PMI 都開始有稍微回落一點點下來 所以大家都在想一件事 就是說 你看到上半年內地的經濟增長 5.5% 出了這個上半年的數據之後 都看到第二季相比起第一季度 其實那個經濟增長的速度是放慢了的 相比起第一季度 對比起去年第四季度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說全年要達成全年 就是內地定下來的經濟增長目標 達到5%的話 就是說你下半年可能 那個經濟可能還會有些挑戰 也不能說壓力的 因為始終你說現在那個經濟環境 相比起過去幾年 或者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甚至說 例如去年第四季最嚴重的時候 其實是好了 是好了 但是現在情緒上 就好像回到去年第四季這樣 就是說究竟那個動力在哪一處呢 因為始終製造業是慢了下來的 那服務業也都可能在個別領域 比如一些的旅遊啊 甚至是說的銷行領域 其實都還會定得到的 但是你說在商品 就是說在消費品領域呢 是近來大家看到 我們看到這時候是慢了 所以這裏變成令到市現在這些位置 都是在這裡繼續反反覆覆 就是說你要推它下去 又不敢推它下去 你要拉它上去的話 又怕被人掩蓋一巴掌 所以暫時那個市來講 都還在這些位置頂住先 就是我們昨天在節目裡面也提到 即是下個星期內地開會 究竟怎樣定調呢 甚至在八月份的中期業績 那個節目會是怎樣呢 都會主導主導過市的表現 嗯 因為這個內地上半年的經濟增長 其實在今個星期中 已經公佈了一個數據出來 綜合回內地的一些媒體去報導 在這個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會上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 其實他也有提到 今年上半年中國生產總值同比增長是5.5% 這個明顯是快過去年全年3%的增速 亦都快過今年第一季4.5%的增速 亦都快過疫情前3年的4.5%的增速 這是平均增速 但是5.5%仍然是低於市場月期 不過有些看法就是這樣說 上半年GDP超過59萬億 其實同比增長5.5% 這個增速已經是快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體 有些說法更加有說到 未來在很快不久的將來 其實內地的經濟增長會快過美國的一些經濟增長 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我想內地的經濟增長發展一路一路霧起 我想這是不爭的事實 一個國家正常的發展都可能是由發展中到逐步發達 但是其實你看到美國一路一路這樣掀制著 但是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那個掀制的壓力可能真的會越來越大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中美過去這五年時間的角力 由前總統特朗普開始一路搞 尤其是那間外貿 近年來說是科技 生物科技也都比較多的動作 當然這個情況我想就 現在你說明天的情況就比較早一點 但是我想大家都可以預期到 尤其是接下來拜登要進入一個競爭原因的時候 他手上有什麼牌可以打出來呢 就可能真的可以拿這張牌出來打 所以我想暫時來看 你說內地的經濟增長 你說跑型成熟經濟看 其實這個都不是說這一兩年講的事 是說過去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純粹你看回內地 全球的經濟增長大概大概3%左右 包括美國 歐洲可能慢一點 但是你看回內地來說 其實你說經濟增長 比如說接下來兩到三年左右 為四至五的增速是可以的 但是那個質量 那個經濟增長的質量 比起前十幾二十年 是會慢慢再提升 另外 不過我們看看 雖然你說今次這個5.5% 大家就看得很大 哇 差個市場預期 當中你都要細分 就是某一些分類等等 我們稍後再詳談 但是其實你看回內地都頗有信心 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長的目標 其實都是可以追得貼的 那靠什麼因素呢 其實就是足夠插出來 你看整個內地的經濟結構 其實都是說三頭馬車 就是說消費 內需也不只是說消費 內需投資 那麽投資包括聚民 其實加上政府 還有外貿 那麽其實外貿 那麽是不可控的因素來的 因為始終你看到 就是外圍的經濟 歐美來說其實 雖然說近來大家對於 那個經濟衰退的擔憂 就是出現嚴重衰退的擔憂 是小了的 但是下半年 其實都還是有一定的挑戰在這裏 那麽當地製造水業都看到這個情況 那麽你說 好了 你要頂得住 說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 那麽多人說 其實要達標其實不是困難的 只是說大家 尤其是在進入第二季 就是逐季逐季跟你去看 就大家在想著 你究竟用什麽去穩定經濟 究竟是投資 還是內需呢 甚至包括消費 內需來說 大家看到那個動力不是很夠的 那麽你說只是投資 那麽大家就在想 那麽你的經濟 你真的要討一討經濟時候 那你是不是又運回一些的 經濟件項目出來 又丟一些錢出來呢 那麽但其實我們一向都提到 就是內地的經濟 又不會重複 走回十幾二十年前那條路 就是你又丟多個四萬元出來的經濟 那麽這裏是引申了很多的問題出來 那麽所以我想現在就說 在財政的領域 應該適度地會放一放 就是開大小小的水口 那麽但也都沒有期望過高 那麽所以我想 那麽下半年 真的要穩定到那個經濟的話 那麽最大的那個動力 可能真的是來著投資領域 就是尤其是財政的投資 那麽你說內需消費呢 我想就是可能到那個經濟 真的站穩了之後 可能去到今年年底的時候 才有效果慢慢上來 那麽至於 那麽接下來的情況到底會是怎樣呢 那麽我們慢慢再拆開某些數據 某些行業去看一下 那麽其實可不可以 帶到內地的經濟增長 一會兒回來聊 好 回到來節目時間了 繼續都有希文在裏 亦都會說下內地的經濟情況 亦都會和我們討論一下 港股方面有什麽板塊受惠或受影響 今天我們集中主要說下內地的經濟情況 剛才提到內地上半年的經濟增長 GDP就5.5% 其實這個數字 我想都影響了股市好幾天 不過再加上有些文件出台了 那些穩定的行業 或者我們再坦白說 設計經濟的措施 開始陸陸續續出台的時候 都和你昨天討論過 似乎市場不太受落 會不會對於實際經濟的消費有關 因為你看上半年的細分分類 當中大家值得注意的是 6月份的社會消費品的零售總額 年比增長只是3.1% 比起5月的年比增長是12.7% 其實是大幅回落了 亦是低於市場預期 這個亦顯示了內地的消費 其實是有些轉弱的情況 其實都不是說6月 由過去這段時間 今年開局到現在為止 消費的動力是慢慢轉弱的 年頭時候大家都說 報復性的消費 即是商品 即是貨品 即是商品 即是貨品 甚至服務領域 燒黑旅遊 甚至說你去喝飲食 基本上都是一個報復性的消費 但是隨著這些積壓下來的報復性消費 慢慢消化之後 真是開始見增長 因為始終我們看到內地的經濟 尤其是剛才我們看到的動力不夠 二來就是就業市場 大家看到6月份的失業率 雖然說總體失業率是ok的 內地方面 但是大家看裡面的細分領域 尤其是說年輕的那批 失業率去到超過20% 也是創了歷史真高 因為始終你說內地的消費力 其實我想最主要是過去這幾年 疫情前幾年的動力 其實是來自年輕的那一段時間 因為始終他們那個起床點 或者那個人工 其實真的可能是相對高一點 始終你可能是投身在一些服務的服務性行業 或者是科網的領域 其實那個起床點 或者他們那個人工 相對可以支撐到比較高的消費 但是大家過去這幾年看到什麼情況 服務 你受著疫情影響 那你科網的或者你受著一些平台整改 那其實可能是本地有一些結構 業務結構調整 令到一些青少年或者年輕的那批 其實可能真的是沒有東西做的 那你沒有東西做的話 那變成那個消費能力 就是一個購買能力 相對地是衰弱了 那所以你看到現在說 內地的經濟的整個結構裡面 是由一個內需為主導的 當然裡面是包括了一個消費領域 那我們最近看到的情況就是說 在服務業行業領域都還可以的 就是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那你說到商品領域的話 我們看到的情況下 有些叫trade down 就是說 可能本身說 我買的商品比較高檔一點 那現在不是了 那可能同一個類型 我們去買什麼呢 可能買一些叫性價比 比較高的 二三線D的 是的 二三線D 就是以前買包包可能 只是選擇那兩個字頭的 現在就要選擇性價比 是的 性價比可能也有很多品牌 就是不單買包包 你買衣服買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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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鞋 你買鞋 你可能買一些 如果買一雙八九百元的 可能已經買了 都是沒有 就是省一些小 三四百元 那便夠了 那便夠了 最重要的是 就是耐勢耐用 所以我們看到近期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這個情況 就是你說內地的經濟 甚至說青少年那個 就業情況 還沒見到一個很明顯 改善的情況之下 我想估計到今年 剩下的時間 那個消費場景的情況 都是會這樣 甚至說 大家之前說 可能是說的 叫餐飲 都會有相類似 慢慢浮出來 我們就說 喂 之前可能可以打上 吃個鞋 可能是說百多二百元 但是現在你說 喂 不如不要 可能七八十元也算 或者保持到五十元 也算 所以我想暫時那個 消費場景就是這樣的情況 來的一段時間 都會持續是這樣的 嗯 剛才也說到消費類的情況 其實對於我們的消費板塊來講 都已經是率先跌了下來 例如好像 那些體育用品股 又或者根本是消費 就是飲食那些餐飲股 其實這一段時間都不是很受惠 都不是市場杯茶來的 是啊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正正提到的情況 因為始終你說 純粹在整個行業中場的基本面 就沒有太大變化的 就是你短期的波動性 大家都要預期了 所以你看到 在香港這邊的體育用品股 那些餐飲股 其實近來都是有個壓力在 所以進入到第二季度 那尤其是在個別的餐飲的類別 其實都自身也都有自己面臨著一些問題 或者進行一些戰略的調整 那這些也都不是說一時三刻 那些壓力就可以令到整個經濟環境可以改善到的 那這些都需要示範 那所以我們近來一直看 就是說我們不是說不看消費領域 就是說在那個消費領域裡面 大家真的要懂得去選擇 一些對經濟環境的場景 受到的衝擊相對比較小 比如剛才我們提到的一些中低價單位的消費場景 比如一些比較中低檔的餐飲 甚至可能你喝杯奶茶或者買杯茶喝 可能真的會好一點的 你說體育用品買一些中低檔都OK的 那你說可能你回大家去想 你旅遊那邊怎麼樣 旅遊都OK的 始終現在都在說一個暑假檔期 那但是我們自己看 就是你要做一些比較長途的旅遊 其實我想大家都未必會有這樣的意義 因為始終運力還未恢復 那個水費是相對比較高的 那可能你說一些跨境、跨散 甚至我不如近來來香港、澳門 我想阿丁最近出街了見到的 很多的內地旅客來說 其實都有落到來 但是那個消費模式也有所轉變 就是大家就說我買一些很高檔的東西 甚至是說一些我們同情 或者俗稱叫深度油 就是可能那個消費那個 人均消費相對低了 那所以都是維持剛才我們的提法 就是說大家去選一個消費場景的時候 就真的要選一些中低檔少數 或者性價比 就是重點是放在性價比 相關產品服務的相關標的跟上 我們經常跟希文你討論 其中一個都屬於消費類的 除了內地房地產 還有就是汽車 以往我們譬如說 什麼家電下鄉、汽車下鄉 很瘦樂 今次譬如新能源車 相關的文件出台之後 其實會不會對於他們來說 是比較好一點呢 但你又用回實際角度去想 其實過往也是 汽車客鄉也是 那一陣子 我就說我需要換車 我就要換了 因為你有補貼 因為你有優惠 但你換完之後 你不會像換手機一樣 連連去追款 就是少一點 這個可以幫助到實際經濟有多大? 提案是說 手機一換都換了 之前一連一部 現在兩年才換一部 這個可能真的跟機款有關係 沒有很大的突破性 可能大家的意欲又少了 我們繼續去講一下這個話題 所以回到車身上 其實我們一向都提到一樣 如果只是靠一個補貼去支撐著 這個消費能力也不是太過長 所以我們過去這一年看到 大家都看到 就是內地整個新能源汽車市場發展 就開始就很向一個迫快 就是不單是說一些的新勢力 甚至是說一些傳統車企 他們都要做戰鬥轉型 就是不計比亞迪 比亞迪一向自己都本身在做那樣東西 甚至是介於那類型 比如說吉利亞、長企亞、廣企 其實旗下也都有一些新能源汽車品牌出來了 而個別的車款 每個人的交換都做得不錯 甚至是說近一兩天 我想近一兩天 大家講得比較多 上海通用汽車旗下 也都有一些品牌 都開始有一些SUV的新能源汽車出來了 那個銷量也不錯 所以我想暫時整個消費場景 整個的賽道 即新能源汽車的賽道 現在的滲透率已經去到百分之三十 我想這個情況就像當時大家去看手機一樣 就開始進入一個群同割據的時候 究竟誰最後留下來呢 只要看內地的新能源汽車市場 最初五位大家看到 即比亞迪特斯應該都是走不掉的 但是三四五位是哪一個呢 究竟是韋小李還是其他呢 接下來這一兩年就開始 會有些未必會被大家看到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裏 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謝謝希文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